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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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感恩节 家里面 现在家家户户都是在准备晚饭的时候 他们家里面也是热火操天 感谢 马尔老师在这个时候 给我们帮忙 给我们领读 谢谢 我们接下来有一点时间 有感动的弟兄姐妹 可以开麦来祷告 谢谢 谢谢 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是一个感恩的时节 感恩的 今天是感恩节 美国的感恩节 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 带见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位老师们 感恩每一位老师 他们的辛苦付出 使我们幸福快乐的来学习 主啊 你的话语 用英语这种语言 更加深刻的领受你的爱 认识你爱的长阔高深 阿爸父啊 谢谢 所有的感恩 感谢 感激 都不能表达出我们此刻的心意 但是父啊 我们知道 唯有我们来到你身的坐前 唯有我们每一天来认真来 送读你的话语 来领受你生命的娘行走在你的正道上 才能够配得起我们老师对我们的付出和爱 也 主啊 在这美好的清晨 谢谢你 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身的坐前 向你献上感谢一赞美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主啊 你赐福我们英文学习平台的每一位老师和他的家人们 你使他们无论是触入行走躺卧在你 你都使他们立在你坚固的磐石上 你赐福他和他的家人们永远都与你同在 因为你是他们的邓牌 是他们的山寨 是他们的守护神 你也是 你也忽悠他们每一个人口中所说的 手中所做的 靠着你加给他们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你也必赐福我们英文学习平台 无论是线上线下入目的社群 这个运作主啊 你的圣赢在当中运行 你必赐给我们英文学习平台 如影展翅上童 把你的爱传遍地基 健康长寿的走下去 不受到任何的干扰 也不受到任何环境的困扰 阿爸父啊 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眼目定睛在你身上 哈利罗亚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今天我供耶稣基督人民祷告 把我们英文学习平台的所有的单身的男女 弟兄姊妹们 主啊把他们的婚姻 把他们完全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 你为他们每一个人预备他们的婚姻 是得你喜悦的 除非弟兄或者姊妹们 他们的计划是持守单身 否则主啊 我为他们每一个人祷告 请你预备一位理想的婚姻 伴侣给到每一位弟兄未婚的单身的弟兄姊妹们 求你在适当的时候裁判一位合适的伴侣 并清楚地引导未婚的单身的弟兄姊妹们 使他们知道谁是那一位和他的 主啊 我祷告 我们平台的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 在面对婚姻的抉择的时候 能够完全顺服于你 不能凭着自己的血气和自己的理所当然的想法 应该完全地得听你的声音 使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是依据你所说的话语 而不是随同肉体的爱慕和想法 主啊 我祷告 单身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能够专心地仰赖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他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你 你就必引导他们的路 装备他们所想 装备他们那位理想的伴侣 帮助单身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分辨 并确实知道谈恋爱与神所预备的终身伴侣之间的不同 主啊 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 或者肉体的想法 有了不合适的这样的一份感情 我祷告 主啊 请你降下圣灵在他们当中运行 并能够立即切断这份感情 帮助他们明白 除非你是婚姻的中心 否则婚姻便无法持续 除非得到你的祝福 否则这个婚姻就不会蒙福 因为你的话也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主啊 求你能够建造我们英文学习平台的 每一位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们的婚姻 使他们的家因子被建立起来 阿爸父啊 你赐给每一位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 使他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向你求他们所需要的另一半 而不是按照自己世俗的内心的这些欲望和想法 去去行欲望的事情 阿爸父啊 在人难成在神 无所不能 我祷告你赐给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们 脱离一切会破坏他们的这些 这些这个爱情呢 或者婚姻关系的这些捆绑 你赐给他们有一个彼此忠诚的 并且合理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丈夫或者是妻子 愿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人生的伴侣 也是彼此最亲密的朋友 愿他们愿这个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 他们在人生的每一天当中 都能够彼此忠诚 互相恋爱 善解人意 并且有细心 有敏锐的心 互相敬重 充满着有阻碍的甜言蜜意 宽恕扶持双方 并且相知相爱 主啊 你赐福我们平台的这些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们 把他们的婚姻 把他们的爱情完全仰望 交代在父神 你的恩手当中 你必赐福您道 给到他们每一个人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愿我们清晨的祷告 直达到你神的座前 愿颂赞荣耀 都会以我们在天上的父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主耶稣啊 感谢你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主啊 当人们在欢聚在你面前 向你感恩的时候 主啊 我们的心 是又是何等的被恩感 主 对于我们这些信你的儿女来说 天天都是我们的感恩节 主啊 你实在是用厚恩 恩带了我们 感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意味到这个团契 我们虽然是天各一方 在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城市 但是主 因着你的爱 每一天清晨 我们都能来在这里 来一起团聚在你面前 谢谢你赐圣经给我们 谢谢你赐这些满了你基督生命的老师 在我们中间 主啊 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让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你的人得益处 主啊 谢谢你 你是全知全能的神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真实情况 主啊 就求你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里面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来辅助我们 主啊 人活着 不单靠食物 更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主 就求你 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在读你经文的时候 都把你的话语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让我们每天在生活中 在做事的时候 主啊 是有原则的 是有边界的 是与你同行的 主 我们仰望你 仰望你的 也必不羞愧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爱我们 主啊 求你 求你把更渴慕的心 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都更渴慕你 让我们时时都转向你 让我们都靠着你来得胜 让我们都 每一天都在经历 真实的经历你的大能 让我们的信仰 成为我们的实际 让我们的信仰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在地上 真的如同在天上一样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再次的把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同工 把每一个来学习的 弟兄姊妹都交出给你 主啊 我们都是寻求你的 主你知道我们的心 主你说 要我们用心灵和层次来敬拜你 主就求你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 把我们的今天交给你 让我们今天就活在你的爱中 让我们今天都用心灵和层次来敬拜你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赐我们生命 谢谢你应许我们 不仅要得生命 而且要得得更丰盛 主啊 让我们的注目 看着你 让我们都坚定的跟随你 让我们都得得更丰盛 因为你是赐福我们的神 谢谢你耶稣 你的应许永远不落空 让我们都坚定于你 再次的把每一个人交托给你 你祝福那些寻求你的人 你必要我们得保足 哈利路亚 谢谢你耶稣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名 阿们 阿们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啊 在今天这个感恩节的日子里面 阿我们真的是要感恩 阿我们感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指引 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 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圣经的经文 而有所感动 我们因为圣经的经文 而让我们更明白 我们的天路 我们的福音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神阿谢谢你 让我们因着福音的关系 我们认识这一群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城市里面 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心都是在福音的事上 事工上 我们每一天都因着圣经的缘故 圣经的经文的缘故 我们结合在一起 谢谢神给我们这样的帮助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而有平安 有喜乐 我们都明白福音的真道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因着福音的关系 让我们更有力量 更健康 让我们的心里面更有盼望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渴望在未来的一段岁月里面 我们能把福音的工作扩张得更大 我们能认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归向你 来转向你 神阿求你 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学习得更好 让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走向福音的正道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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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我听不见声音了 你们有声音吗 没声了 没声啊 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刚刚我的祷告你们都听不见 祷告听点了 奇怪怎么突然间断掉不知道 OK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 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再说一下那个 看一下 在前面 在第22节的11 十一 二条章十一 这个什么意思呀 就是 那有很多地方都有 他派人出去 他派人出去 但是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目的 OK 所以他派人出去为的是要抓谁 The priest of Ahimelech 他是为了要抓 Ahimelech 还有呢 他爸爸家全家人通通都要 所以他打发人出去 你看他的中文翻译 他把祭司 OK 还有他的父亲的全家 全部都招了过来 所以基本上 半抓半请的 这个时候是请他们来 但是后来他就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 OK 一共85位祭司 全部为这个事情付上代价 OK 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 所以Sand for OK 比如说 我派人去找 找找找谁 找张三来 那我就是Sand for I send for 张三 OK Sand for Sand for是我派人去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张三 所以你派人去 是找什么人来 那个for后面接的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OK Sand for 不是我自己亲自去 我派人去 然后把张三给找来 好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下一个 老师 那个Strong Hold Strong Hold OK Strong Hold 我们讲一下这个Strong Hold Strong Hold 我不晓得在哪一节里 我们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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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Strong Hold 没有看到Strong Hold 是前面吗 19节 不是 不记得在哪里 有看到那个Strong Hold OK Strong 14节 23章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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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14节 我们看一下 他躲在那个Strong Hold 对不对 OK 好 Strong Hold 这个地方 In the desert Strong Hold Strong Hold 一般 怎么样 Strong Hold 我们都记得 我们都记得吧 Strong 很强壮的 Strong Strong Hold Old OK Strong Hold OK Strong Hold 一般来讲就是指那些堡垒 比如说有些地方 他建一个堡垒 军事的地方 OK 我们建一个堡垒 集中 那个地方呢 可以保护人 住在里头 做打仗用的 Strong Hold 也可以讲 我们阵地或者是一个要塞 或者是一个山寨的地方 某个寨子 以前土匪集中的地方 不是都有个寨子 就是他们住人的地方 集中的地方 可是那个地方不见得是老百姓住的 而是那些打仗的军人住的地方 但是他又不是临时的迎寨 而不是说什么搭个军营啊 那种的 不是这种 OK 不是搭个帐篷的那种 Strong Hold 是有 是有 有土建的攻势 OK 他可能就是 就是该怎么讲 他是用土建立起来 用砖建立起来的 他是一个 通常都是有一个碉堡 上面可以瞭望 看看远方 敌人来了没有啊 这样的地方 要堡垒 或者是山寨 或者是要塞的地方 我们都会建这种 叫Strong Hold Strong Hold OK 好 所以他们这个Strong Hold 他们这个 这个堡垒 这个山寨 是建在哪里 建在旷野里面 在沙漠里面 他就住在那个地方 大卫就住在 旷野里头 Strong Hold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老师 那就是这儿 它是旷野的意思吧 OK 所以这几个我要讲一下 这这个 不要念错 这个 这个怎么念 怎么记起来 这个字 我以前也常常搞错 OK 这两个字是很像的 OK 这个字跟 这两个字很像 对吧 他俩就差一个s 就差一个s OK 第一个字 你重音读在第一音节 叫desert de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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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野 圣经都翻译 靠野 第二个字 两个s的时候 你念 d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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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记得 就是两个s 多一个s s就代表sugar 代表糖 多一个s 就多甜一点 所以第二个字呢 desert dessert 就是甜品 我们吃的甜点 然后吃块蛋糕啦 吃个什么甜的 点心啦 这个叫dessert 两个s 才够甜 两个s是甜的 前面呢 就是第一音节 重音 desert desert 就是我们的沙漠 沙漠 desert Right 沙漠 创业 OK 好 所以你记得了 第一个字 少一个s 只有一个s 的是 desert 两个s 够甜了 够甜了 就是我们的甜品 dessert dessert OK 不一样 这种hose dessert 跟desert desert 是第一个字 OK 所以我们 经文里面讲的 经文里面的是 desert 因为它只有一个s 对吧 不够甜 所以这个是 desert in the desert desert 一般就是沙漠 或者是我们 圣经里面翻译 做旷野 一般都翻译 做旷野 旷野 好 desert strong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那个第十 那第多少节来着 二十三章呢 第三节 还有二 还有一个是 第三节 三个是在 第三节什么地方 how much more 再讲一下 how much more OK 这是一个 肯定句 一个赞叹句 how much more than how much more how much more than 先稍微 敬意 OK 我们看一下说 首先它先强调的 就是说 在 Judah Judah是我们 犹太人的地方 OK 以色列人的地方 这个地方 we are afraid 我们就已经很害怕了 因为他们现在 跟扫罗王是敌对的 形势 扫罗王毕竟 他掌握了 犹太人 比较多的资源 他是犹太人的王 是吧 how much more than 那么 接下来的这个 如果我们一旦 到了 Keyla 到Keyla 去对抗 这个 菲利士人的话 how much more than 前面的这个 afraid 这个怕的程度 我们会更何况是 我们到了 这个菲利士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更害怕了 不是更可怕了吗 更何况是 how much more than 所以这个 how much more 是跟着前面的 走下来的 这个语气是顺下来的 在Judah这个地方 是犹大人 犹太人的地方 以色列人的地方 我们就很害怕 we are afraid how much more than 那么如果我们去到了 Keyla Keyla这个地方 对抗这个菲利士人的话 我们how much more 所以你这是一个 赞叹剧 这个惊怕的一个剧子 会更可怕呀 会更害 更怕人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到那里 去打菲利士人的话 对抗他们的军队 我们就更害怕了 how much more OK 所以这个how much more 是这样子来的 OK 你前面可以讲一下 我现在花钱 已经是够 够够够多的了 OK 我在这个地方就 经济 比如说我的经济很拮据 我现在住在 三线的城市 我就已经非常 非常拮据 没有钱花 how much more than if I move to Beijing 如果我 移到 搬 搬家到北京去 那我不是花钱 更厉害了吗 是不是 how much more than if I move to Beijing 是不是 OK I spend a lot of money OK 比如说我现在在杭州好了 或者一个更小的地方 OK 在河南什么地方 I spend a lot of money right in this city how much more than if I move to Beijing 如果我 move到北京去 我不是花更多的钱吗 OK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看起来是个问句 其实它是个赞叹句 就是绝对肯定 我搬到北京去 我一定花更多的钱 同样的道理 我现在在 以色列人的地方 在Juda这个地方 我就已经很害怕了 因为扫罗王一天到晚 要搜 搜抓 要抓他们 要想办法 要把他们除掉 对不对 如果我一旦进到 这个Kella这个地方 离开以色列人的范围之外 到了菲利士那个地方 要去打菲利士人 那就更可怕了 更吓人了 how much more than OK 好 OK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句子 我们来看看 第三句啊 第十三 十三节 我们来看十三节 十三节 OK好 什么地方来 在讲下那里 叫什么 kept moving from place to place 在讲下这 OK So David跟他的人 他带了600个人 about 600 in number right 总数600个人 Left Kella 是他们离开了 Kella 他们离开了 Kella 因为他们祷告了两次 神都告诉他们说 扫罗王一定会来抓他们 所以他们就离开Kella 然后 keep moving 注意你前面用 keep K-E-E-P 然后加一个 动名词 就表示你持续的做 这件事情 OK 持续的做这件事情 from place to place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from place to place 什么人会from place to place 什么工作会让你from place to place 你记得吗 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你做这个 导游 导游 right right from place to place 还有呢 什么工作会让你from place to place 就是他不停下来 他一个地方做完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还有什么工作 送餐 什么送餐啊 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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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没有错 从一个地方送到一个地方 OK 还有呢 飞行员 that's by 飞行员 航空什么 空服员 对不对 今天 杜拜 明天 什么什么地方 今天 明天到洛杉矶 后天到纽约 他们的工作 是from place to place 他们飞来飞去 所以这个是from place to place 还有什么人是from place to place 什么地方 就这种工作不稳定的 他都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什么 逐路工人 有没有 咱们这里 公路盖完了 我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设公路了 right from place to place 还有呢 其实医生也是的 老师好像也是 老师啊 不知道老师 老师 我们老师 我们小学的老师 他一辈子就在那一个小学教 OK 好 也许有一种老师 我以前建设过 见过 在美国有一种是 签约的急诊室的护士 他们的薪水比一般的护士要高 但是呢 他们是签约制的 就是他今天 他们叫travel nurse OK 他们叫travel nurse travel nurse就是 到另外一堂 他一直都是在人家的这个 他专门做急诊室 因为有很多护士不愿意做急诊室 急诊室是要24小时轮班的 而且急诊室常常都要处理 突发的状况压力很大 很多人不愿意做 不愿意做 这个位置空缺 所以医院呢 就找这些travel nurse来 OK 你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城市待三个月 但是你的薪水 你没有一些其他稳定的福利 可是你的薪水比一般的要高 你就在这个地方做 做三个月 三个月完了之后 他的合约是三个月一算 三个月一算 那好处是年轻的护士可以这样做 今天在上海做完了 下三个月 可能我就到北京去做 再下个三个月 可能就叫哈尔滨去做 就是这样 他每个城市这样到处跑 这种叫travel nurse 他的薪水拿得比别人高 然后他想休息的时候 随时可以休息 就是他做完了这三个月的 这个合约合同 他就可以休息了 但他们一点都关心失业 因为在美国 护士是奇缺无比 特别是你有这种 急诊室的经验的话 他绝对要你 从来没有人不要你 OK 所以这种travel nurse 他也是from place to place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工作也是from place to place 传道是不是 传道 像我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 他这几个月跟他太太 跟师母现在在西班牙传道 OK 那可能过一阵子 教会又派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传道 so from place to place OK from place to place 我们这个经文里面 有一个keep OK 再加上一个动名词 就是动词再加ing的这种 OK 动词加ing 我们讲verb verb OK verb加ing 动词加ing的这种形式 keep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持续的一直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 keep singing 这个什么意思 继续唱 继续唱 一直继续唱 OK 如果呢 keep dancing 来你继续跳 继续跳 继续跳下去 不要停 OK keep reading keep reading 继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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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停下来 keep 所以这个是keep keep 然后你 比如说你继续什么 继续哭啊 继续哭 导演现在叫你演征欢传 这场戏该你哭啊 继续哭啊 继续哭不能停下来 继续哭 keep crying 还有keep什么东西 keep什么 keep moving 继续动 继续动 不要停下来 继续动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这个地方指的是说 他的keep moving 指的是他从 搬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不停的在搬家 不停的在动 OK 不停在移动 因为扫罗王一直追捕他们 所以keep moving from place to place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一直搬一直动 一直搬 因为以免这个扫罗王抓到他们 是吧 所以叫keep moving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科考人员能不能这个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用这个单词 科考 科学考察人员 考察人员 如果你的工作是一直考察的 OK 可是有的人下乡调研的话 就一年只去一次 有的人就是你去调研一下 两三个月你就回来了 对吧 你就回实验室做什么其他的报告了 什么的 那如果你的工作是专门做探勘的了 专门做研究工作 田野调查 有没有 社会学里面有人要调查 田野调查 今天我去调查广西的白族 他的这个历史文化 明天我又到新疆 到查哪一个族 他们都文化民俗 这个我一年到头都在外头赚的 这个是from place to place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他工作就是这样 他要不停的做 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 这是可能的 我是做探勘的 我专门在找水源的 哪里有水 我专门在找水资源 有的人是专门探勘石油气的 天然气的 哪里有石油气冒出来 我就到哪里去看看去研究去了 这个是from place to place right from place to place good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老师还有那个inflicted inflicted 那个23章5节 那个 我看23章第5节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inflicted inflicted 我们前面好像学过这个字 OK inflicted 好 大家记得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有没有人记得 没人记得了 是受害的 是 是 是别个受害 是对方 是 是这个意思 inflicted OK inflicted 可以是 是感染上什么东西 受传染 或受到什么上面的问题 OK he inflicted heavy looses on the philistine OK 他使得什么 基本上是 他使什么受到影响 OK he inflicted OK heavy looses heavy是非常沉重的 right 损失 这个是 looses heavy looses on the philistine OK 他造成 基本上 inflicted 是他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影响 他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损失 inflicted 通常都是造成一种影响 而且是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因为他的缘故 造成了这个 因为他的研究工作不好 或者他的什么地方做错了 什么的 造成了整个什么地区的一种严重的损失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或者一个政策做的不好 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都可以说inflicted heavy looses on什么事情 OK 这个方面是说 他造成了 非力士人的重大损失 OK on the philistines 所以非力士人因为他 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 你把那个画面切到那个经文那里 要去23章5节 你这里看不到吗 现在 我现在看的是白 是你那个白板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He inflicted heavy looses on the philistines and saved the people of Kela 所以他造成了什么什么严重 基本上这个inflicted 可以说 你可以说一个人感染上什么东西 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他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在非力士人之中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非力士人 他就损失了很多人 杀了很多人 或者他解救了这个Kela的老百姓 OK 老师 那是下边23章第7节 第7节 OK 来怎么样 有一个impro impro impro imprison prison 首先我们先看 你先不要看 后面这个是监狱 对吧 prison P-R-I-S-O-N prison prison OK P-R-I-S-O-N 这个是监狱 下在牢里面坐牢了 叫做prison imprison imprison 是把自己像坐牢一样关起来 就是把你困在里头 他困住了他自己 他把自己困住了 因为他觉得现在大卫到了这个城里面 就是等于把自己困在里头了 这个地方 这个城是什么样 有大门的 有城门的 而且还有门栓的 他一进了这个城之后正好 所以他的扫罗响的是 我从外面就可以包围你 是不是 就可以包围你 OK 所以那个是这个意思 prison是监狱的意思 imprison就是把你像监狱一样关起来 就等于你被围困在里头 OK 围困在里头了 谢谢这样能记了 还有23章第10节 第10节我们来看看第10节怎么样 那个 definitely 注意这个字 发音是 第一音节 definitely definite 你念念看 definite definite 后面加ly le definitely that's right 所以你抓住重音 85%以上你就会念了 definitely definitely 什么叫definitely 知道吗 有没有知道 这就是确定啊 肯定啊 肯定的 一定的 OK definitely OK definitely 所以我们在讲说 明天这个事情 不晓得会不会成 明天会不会下雨啊 明什么 确确实实会下雨 definitely 一定的 确定的 没有疑问的 毫无疑问的 这个叫definitely 这是一个副词 OK So your servant has heard definitely 我 这个definitely 是修饰他的her 我确确实实听到这件事情 听到什么事情呢 扫罗呢 他是要来Kella 这个城 而且他要毁掉这个城 他毁掉这个城 是因为我的缘故 on account of 我们那天讲过这个account on account of 是因为我的缘故 OK 因为某某人的缘故 你可以说on account of him 因为他的缘故 他要做这件事情 on account of 在新约四福音的神经里面 都有讲到 耶稣说 你们这些做学生的 这些弟子 他的这些学生们 这些门徒们 你们 我呢 我会被抓 那我被抓了以后 你们都会因为我的缘故 而受害 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 被叫到这些长官面前去问话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们不要怕 到时候呢 圣灵会指引你们 告诉你们该说什么话 so on account of me 会因为我的缘故 你们会受迫害 OK on account of me 所以不要再讲 because of me了 OK 不要不要再用 because of me 你可以用 on account of me OK 这也是非常好的用法 on account of me 因为我的缘故 好 definitely 就是每个重音 是在第一音节 definitely definitely 好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字 下边第四一节 怎么样 surrender surrender that's right 注意 s s 不要念s 没有不卷舍 s surrender surrender 所以surrender 一个人 to 另外一个人 就是把那个人 交给另外一个人 我们完全双手奉上 把它交出去 叫做surrender 基本上如果单独用surrender 是什么 投降 我跟你投降 I surrender 那天我们不是讲过一个 我们跟有一首歌唱的 就是我 像像耶稣基督怎么样 surrender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you 我向你投降 我向你降服 神啊 我向你降服 人总是要到 遇到关卡 遇到苦难的时候 就会跟神说 就会投靠神 I surrender you 神啊 我向你降服 我一切都听你的 我都顺服你 当一个人顺利的时候 什么都是听自己的 从来不听神的 对不对 surrender的意思就是 双手投降 揪出去 OK so surrender to 是把一个人 交出去 OK surrender me to him 所以把我 交出去给他 OK surrender me to 把一个人 交出去 完全是在 这个surrender 都是不得不的情况之下 你已经别无选择了 OK 别无选择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退路 你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你把它交出去 OK so will the citizen of Kayla citizen of Kayla 指的是kayla城里面的 这些公民 这些老百姓 他会把我 交出去给他吗 会把我交出去 给扫罗吗 会不会啊 会 一定会的 OK 所以耶和华神说 he will 那就是他一定会 OK 一定会这样做 OK 好 surrender 注意这个发音 surrender surrender me to him OK surrender 单独用surrender 就是I surrender I surrender you 我向你投降 我向你顺服了 OK 我听你的话了 我再也不敢了 神 我听你的 人都是到 没有退路的时候 才会说这句话 I surrender you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还有就是老师 二十二章四八节 有个读音 我想跟你 好 二十二章 我们来看一下 OK good 十八节怎么样 就是那个 王吩咐那个dog 他这个dog和那个狗 那个dog是一样的吗 这个读音啊 真的是 这个是 我们的dog dog是 这个地方是dog dog dog OK 我们的dog是dog dog 他比较大 嘴巴水星比较深 dog 就是cat dog 狗 猫 dog dog 这个地方就是dog dog 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大 那个是dog 因为我在听老师读的时候 我觉得像狗似的 是不是它就是一个 一种发的一种语言啊 可是你的狗嘴巴要大一点 dog dog 哦 哦 好像你要呕吐吐出来 哦 哦 dog 这个是狗 dog 我的狗 我的狗 这是狗 第十九节还有一个单词 好 哪一个字 来 就是那个小孩 我记得在那个雅各书里面有个孤儿 他这个后边那个根是不是都一样的 自行一样 没有错 是的 自行是一样的 OK 那个雅各书里面那个那个孤儿是没有错 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 OK 好 这个什么叫因粉 什么叫因粉 你知道吗 婴儿 婴儿就是不会走路的那一种 还躺着的那一种 这种叫做婴儿 OK 叫做婴儿 所以是 Infants OK 你Infant 你要你要 众音是 记得是在 第一音节 OK 好 那么 孤儿呢 孤儿是众音在哪里 Orphans Orphans 他也是在什么 也是在 第二 第一节 对 也是 也是在 那个 第一音节 OK OK 看一下 Orphan 对 Orphan 看看 孤儿 孤儿 OK 我们看一下 孤儿 OK 好 Orphans 对 Or P-A-2-5 F的音 Orphan 这个T没有 Orphan Orphan OK 这个Infant Infant 是有一个T的 Orphan 是没有T Orphan 所以 Infant 指的是 婴儿 躺着的 不会走路的那种 OK 当你会走路以后叫什么 会走路以后叫什么 啊 不是秋的 还没有到秋的 就是 OK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字 Toddler 什么叫Toddler Toddler是会走路的那种 会走路的小小孩 叫Toddler 一般学前儿童 还没有上学 他会走会跑 小孩一般从两岁开始会跑了 会走路了 对不对 女孩子走的比较早 有些女孩子一岁多就会走了 OK 男孩子至少两岁多以上 才会开始走 男孩子都比女孩子慢 所以Toddler Toddler 你注意这个D跟L处理的时候 D有一点吞音的效果 Toddler Toddler 好试试看 Toddler Toddler Infin 是躺着 会趴 会滚 会什么的那种 但不会 会坐 但是没有办法走路的那种 叫Infin OK Toddler是已经 一定要会走以后 才叫Toddler Toddler OK 再来你叫什么 再来叫什么 车 Yeah 再来 Right It's a child It's a child 它是个小 小孩子 如果小男孩 小boy 小girl 小都可以这样 OK 再来小学的时候 可以叫他 Child Right 他初中的时候 你叫他什么 那Kids呢 Kid呢 Kids 就是一般的小孩子 可以叫 Children 可以叫 Kid 可以 It's a kid It's a kid 小孩子 OK 如果 但是这个是以说话人的身份来看 很多 妈妈 她的孩子到60岁 她都认为她是Child OK 所以那个是另当别论 OK 初中以后我们叫他们什么 Teenager Teenager Teen 首先她是个Teenager Right Teenager 什么叫Teenager 青春期的小孩 就是未成年人 青少年 十七岁之间 十三到十七 对 这些青少年 是不是 青少年 OK 青少年 所以青少年 我们叫Teenager OK 好 一般来讲 如果超过18岁以上呢 很多人哈 你看到老人家 比如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 他叫比较年轻的人 他全部一律都叫 Young man Young lady OK 你只要比他 而且还有 明明你 你自己都已经五六十岁 他六七十岁 他叫你也是 Young lady Hey young lady 大家听了都是 开心的不得了 开心的不得了 所以Young man Young lady OK 好 然后再来以后呢 再来之后叫什么 Middle man OK Adult OK 可以叫Adult Right Adult OK 然后再来 Middle age Right 中年人了 对 再来呢 Old man 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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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呢 老年人你怎么叫人家 Old man Old man不好听啦 什么什么好听 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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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还有呢 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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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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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ddle age 可以这样讲 Middle age 中年人 然后如果是 Senior 比较好听 Senior Is the senior 还有的人 自己自自我解消 Citizen 加一个Senior Senior citizen 什么叫Senior citizen 老公民 对 就是我在 待的够久的了 我是Senior citizen Senior citizen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可以讲的 有没有听说过老年人 另外一种讲法是什么 Old man old lady Old man old lady OK 还有什么好说 比较好听的说法 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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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有呢 You're a golden age 你在黄金年代 发金发亮了 Golden age 是什么 Golden age 指的就是那些年纪大的 OK 曾经拥有光辉灿烂岁月的人 就Golden age 但是这些人要快见上帝了 OK好 所以从前面我们刚刚讲到 Orphan OK Orphan跟Infin 这两个要分清楚 OK Orphan跟Infin Infin是那个baby 躺着 从会趴 会坐 但是不会走路 以前的 通通都可以讲Infin OK 都是Infin 但是Baby Infin也可以讲Baby 也可以讲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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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good It's a baby OK It's a baby Toddler呢 就是开始会走路了 只要会走 会跑 就叫Toddler OK 再来就是Child Kid Right OK Teenager Right Young man Young lady Adult Middle age Middle age 大家都知道中年人了 Senior citizen 或者你是Golden age 你是黄金岁月的人了 OK 这个都很好听 都没有人 所以很多人很忌讳别人叫他 Old Old man Old lady 所以 OK 好 跟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经文里面 就是音打头的那个字 就像那个音打头和im打头的他读音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OK 比如说你像你念这个 你听听看 我们来听听看 首先你告诉我 你这个in你怎么念 in in right 好 如果是im你怎么念 这个我不会念 我不知道怎么发言 会呀 因为它是m 所以你的嘴巴要闭唇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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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前面是in in 这个是im right im ok 所以 infant infant in infant infant 你试试看 infant infant 好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前面加了一个什么 im prison im im 先把嘴巴闭起来 im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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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zin imprison 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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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所以你分出来了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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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所以 infant in in 完全是开唇的 impossible 嘴巴就闭唇了 impossible 知道了 谢谢 三个 ok no problem 好 再来看看我们的其他的经文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有没有人 二十二条十四节 十四节 好 我们来看十四节 ok 十四节什么地方 是那个 highly re re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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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它的重音是respect 后面加ed respected respected 你试试看 respected respected very good highly respected highly respected very good respected 是什么 受人尊敬的 对不对 这个大卫在他们这个王室这个家里面 家族里面很多人都非常尊敬他 因为他是王室的扫罗王的女婿 对吧 他肯定他又有头脑又有智慧又打败过这个高利亚那个巨人 对不对 非律式人的巨人 他是很瘦 就是等于文武双全的人 他是非常受尊重的 这个是respected 你尊敬对方 你尊重对方 我们叫respected 那如果我想要讲他很多的非常被尊重呢 不用much 我们用highly 相当非常的被尊重 我们叫highly respected highly respected highly respected 好 你试试看 highly respected highly respected highly respected 还有上边的 as loyal as David 就那个 as loyal 这个是loyal loyal loyal 所以oy念的是oy oy loyal 这是中心的意思 老师 loyal 对 l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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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yal指的是非常的忠心 loyal 我对你很忠心啊 I'm so loyal to you right 我对你非常忠心 丈夫跟太太讲 I'm so loyal to you 我对你非常忠心 我不会在外面乱搞的啦 loyal as loyal as 所以这个s 中间放一个形容词 它是如同像大卫那样的中心 OK 在所有你的仆人之中 有谁是像大卫这样中心呢 有谁呀 你知道有谁吗 所以这个就是loyal 那个bodyguard 那是这就是参谋的意思是吧 bodyguard 没有声音了 这老师没声音了 我能听到你说话 你没声了 其他的问题 有声音了 我回来了 可以吗 听 有声音了 听到了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到了 听到了 好 刚刚 好 有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bodyguard 是参谋的意思吧 bodyguard 其实是指的是什么 是随从 OK 是他的贴身侍卫 叫bodyguard 在这里中文翻成参谋 其实他是随从 他是随从的 贴身的侍卫 有没有人 有人随身请保镖那种 请保镖的就是bodyguard bodyguard guard是什么 保护这个人的 保全这个人的 所以bodyguard是随身的 这种贴身的保镖 他最贴心的那个人 最贴身的那个人 那个accused accused 哪里有accused 等一下 就是那个 accused 哪里有 有个 让不起来 22章15节 15节 15节 好 怎么样 accused let not the king accused your servant accused是什么 控告对方 把罪 推到人家的身上去 叫accused 不要怪罪对方 accused 你们看得见我的声音吗 听得见 可以 ok好 accused是怪罪对方 怪罪他的仆人 不要怪罪 ok 好 我这个 先等我一下 我需要出去一下 拿个东西 五分钟 马上回来 先等我一下 ok 好 好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郑老师家里是不是也要就是有聚餐和一些活动啊 要不然我们少问一些问题 杨真老师找点瞎麦吧 没有关系我等一下等一下要先等我一下五分钟去拿个东西 我们可以等不着急 但是我们想今天是美国的一个这样重要的节日哈 我们可以就是把问题留在以后再问再学习 很好 我也我也我也支持 好的就是让季老师 严重支持严重支持 我们一起祝季老师和他的家人感恩节快乐 祝季老师 对老师感恩节快乐 我们的学习来日方长 每一天季老师都陪着我们 这是多么感恩的事情 一年就感恩节让季老师过节就吧 是的 对假对他们来说 今天其实都不应该上课 对我们可以就是休息 每天再问吧好吧 一会儿季老师来了 我们就说一下 我们就下去 让季老师今天也休息一下 跟家人一起 感恩节对于美国人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家人团聚 大家一会儿就不问就是了 就没有什么问题 不要说 说的话老师还不舒服 是吧 心里还不得 还觉得有亏欠 好的 不要那么说 我都不问就得 没有问题了 好吗 没问题 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咱们要不留一个人 最后大家都撤了算了 然后你一会儿谁给季老师一说就行了 我们都先下呗 我留下来 就这样 那三个一年留下来 我们那样不好吧 那样不好 季老师不尊重 咱们一起说就是了 怎么回事 你祝他节日快乐 带我们说一下 好 拜拜 我是进掉线了吗 不是 不是 拿冲里了 想让你们都休假 想让你们都休假 我们今天 咱们再问 OK 没事没事 拜拜 拜拜 一年一度的感恩节 真的是 家人团结 我们家已经吃完了 一个个都在这倒下了 马上就要睡觉 明天一早上出去 早上五点钟起床 出去采购去 是啊 黑五 大家都可以购物啊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现在 我们家一人手一台电脑 正在网上松呢 不算要去奥特莱斯是吧 不用不用 就上我们家旁边的 溜达溜达 不去了 那个 你现在你知道 油价那么贵 我开到那个叫奥特莱的 这个地方 然后那个油钱 我干嘛不直接买好 我在网上买了 我刚在网上定了 一个挂在门上的 那种圣诞环 对 网上就 我们今天就先下吧 让你们就是过节 好啊好啊 再见了啊 明天一早起 谢谢啊 Happy Thanksgiv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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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想起来都是蛮满的感动啊 陪着我们 走过一年三百五千三百年 65个春夏秋冬每一天 真的不容易 真的很感恩 感谢神 感谢建老师 感谢 四川姊妹 感谢你们一家 真的是满满的恩典和爱 谢谢 是啊 这都是上帝派的天使 在我们中间的 耶稣就在我们中间行走的 真是无限的感恩 是的 阿们 还有这么多名下 这个平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是刚进来不久 姐妹 我是新的 我们都跟着一年多了 你们好像都是在国外是吗 就不是国内的 我在广州 在广州 我在黑龙江 在西西 哈尔滨这边 现在都是 都是这世界各地的 哪个城市都有 所以是耶稣的爱 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然后也把这些 她也记着她的 图人 然后来帮助我们 每一个需要的人 真的是恩典满满 对的对的 我又激动了 我也是 我这两天特别激动 从昨天到今天 昨天他们祷告的时候 哎呦这眼泪呀 今天早晨领读的 Martin是不是个随家的孩子呀 就是Susan姊妹的孩子啊 哦 哦 哦 对对对 他们家里 小孩 你 他女儿都都在我们平台 不是我们的 带你做我们老师 不带我们 嗯 张德森 张德森也是个随家的孩子 张德森是谁家的孩子 张德森是我家的孩子 你孩子也 那也外语英语也很好 是吧 就跟着学啊 感谢神 现在是中学生 那你家孩子也 那是大学生 那是您在什么 都中学生 您在哪个城市 孩子也 也做 也服事 广州 在广州 这么远 这也一起都能服事 太好了 感谢神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Jasperne今天的主持人 是Tarysha姊妹的孩子 他们在湖北武汉呢 太好了 真是 太感动了 所以我们这平台 不是说 哪一个城市的 是世界各个地方 只要有感动 就可以服事 是吗 你愿意 就是 你有时间 然后你愿意 有服事的心 就可以啊 这是领读经文 是不是 可以领读经文 什么的 是吧 不是可以领读经文 可以帮忙 做同工 做比方说 做主持人 做就是 场控 做就是 翻译 做就是 还有 节目 等这些 做这些的 领读的 领读的 什么也不会呢 都是美国的 嗯 嗯 不是 我觉得那个领读 好像是 好像是最简单的了 不是 不是最简单 其实咱发音都不准 就是说 就是我打个比方 不一定咱就做哪个 就说这意思 嗯 领读的 领读的 带领 我们领读的 都是美国的老师 都是美国的老师 翻译得很好 很真正啊 嗯 对对对 同工就是在 各个地方都有的 就愿意 太好了 这个平台 嗯 昨天那个 琳娜老师 本来今天是 陆老师嘛 陆老师 可能因为今天 他可能有事儿 然后就是他晚课 都是陆老师带课的 然后还有一个 以前还有个山爪老师 山爪老师 现在有事儿 就没有来嘛 以前的星期五 是山爪老师 那还有 嗯 嗯 也感谢你 每天早晨通知大家 哦 感谢 我这个 做的 太渺小了 微不足道 我上来了 谢谢老师 我们今天 没问题啦 你今天 先休息 我们问题 等着下次上课的时候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现在 我现在没什么事了 现在没什么事了 因为 就是刚刚一个朋友 来给我送吃的 又来救济我了 所以 你吃了那个 火鸡 他们烤一只大火鸡 火鸡很大一只 这个火鸡烤了以后啊 真的很难收场 然后有的家庭里面 一个一天 恐怕烤一只火鸡 要吃一个礼拜到十天 很大很大 所以就是把什么肉啊 先好吃的部分 先吃下来 然后鸡胸 那个火鸡的鸡胸啊 把它片下来 做三明治 到最后呢 还有火鸡骨头 再拿点什么东西 炖啊 煮啊 熬汤啊 就这样子 恐怕要吃十 火鸡大约几斤呢 老师啊 啊 火鸡大约能有几斤呢 老师 这边最起码都是十 十几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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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磅不到十几磅 十几磅除以2.2 所以大概是 可能是公斤的话 是5公斤 大概 十几磅左右 大概你们的鸡 我不知道是 你们那个鸡 不知道 火鸡的鸡 是咱们那个鸡肉是一样的吗 好吃吗 火鸡 火鸡我告诉你 老师讲 光这样煮是不好吃的 火鸡烤的时候 是要注射皮下脂肪 你要把奶油打到皮下去 然后再去烤 就会很好吃 因为它没有那个油脂 它是不好吃的 上一次 是不是Christina说 谁要给您送火鸡呢 就是Christina给我送来 我让她戴上骨儿 戴上骨儿 她听到骨儿的没 对 她给我送来 她又找不到路 然后她在那 费时间 anyway 我来看一下 所以她给我耽误时间了 OK好 我们看一下 刚刚讲到那个 15节那个accused accused的话就是说 有的人说你控诉我 有的人是指说 你怎么可以 可以指称我是什么什么 你怎么可以说 我拿了你的东西 或者是我对不起你 这种都是accused 讲别人犯了什么错 都是叫accused OK 在正式的法庭上 控诉某人 我告你 你做了什么 什么不好事情 也是用这个accused OK so let not the king the king accuse your servant 我们不要让这个王 OK 不要让这个王 把所有的罪都推到 您的仆人 在下我 或者是 这里地方为什么要用 his father's 因为他是 your servant 他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 您的仆人 那您的仆人的爸爸全家 so his father's family OK 所以 为了配合前面 your servant 后面就用 his father's family 就是您的仆人的父亲的全家 你不要把罪全部都推到我们身上 你不要全部就是控诉我们 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因为 我告诉你 你控诉我们 但是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your servant knows nothing at all nothing at all 前面一个not 一个否定 at all 就是一点都不知道 at all是全部知道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nothing at all about this whole affair affair是指着全部的事情 其实他能够说 这个祭司能说他全部不知道吗 能说他全部不知道吗 我相信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他应该灵里面是有感知 是什么事情 他也许不是知道的很细节 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从神那里来的指引 告诉他就是他要帮助大卫 是吧 他要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但是要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恐怕是不太可能什么都 因为这个祭司也是很敏感的 你看他一看到大卫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问他说 你你为什么一个人来 好 那跟你的那些人呢 都到哪里去了 好 你怎么没有带武器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祭司也不是普通的人 OK 不是普通的人 OK 好 accused 就是这个这个动词 accused 好 accused